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让人心痛的科幻片《超能失控》 影片的主角是名叫安德鲁的宅男高中生 母亲重病卧床,父亲身负着重大的医疗费用 每天酗酒度日,醉酒后常常殴打安德鲁 这让安德鲁变得内向胆怯,还有轻微的社交恐惧 为了改变自己,安德鲁买了一台摄像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但学校的混混们看到了,反而变本加厉地羞辱他 表哥为了改变内向的安德鲁,邀请他去参加聚会 在聚会上还认识了表哥的好朋友史蒂夫 史蒂夫带着安德鲁来到身后的一个洞穴里探险 在地下发现了怪异的圆锥体和刺耳的异象 他们赶紧跑了出来,没想到第二天 他们发现自己拥有了操控物体的超能力 而这个超能力随着不断的锻炼还会提升 刚开始三个人使用超能力去做一些恶作剧 例如搭积木吓唬女同学,欺负超市里的小孩 但在一次开车的时候 身后的不断鸣喇叭地叫车激怒了安德鲁 安德鲁小手一挥,身后的车嗖地冲进了湖里 表哥和史蒂夫立刻下车把车主救了起来 好在没有造成什么危险 这件事之后,表哥意识到了这个能力的危险 决定和他们约法三章 制定了一个使用超能力的法则 又过去了一段日子 三个人的超能力已经可以让自己随意地在空中飞行了 三个人还在云端玩起了橄榄球,成会玩 安德鲁还提议以后一起去西藏旅行 三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之后,史蒂夫主持了一个彩衣秀 邀请安德鲁去表演 在表哥和史蒂夫的鼓励下,安德鲁答应了 在秀上利用超能力表演了一场精彩的魔术 成功地吸引了一个红发妹子的注意 彩衣秀结束后回到家 正准备继续往下发展 喝了酒紧张的安德鲁吐了红发妹子一身 红发妹子恼怒地离开了 安德鲁的父亲又开始责骂并殴打他 一气之下的安德鲁把父亲举起来摔晕了 心烦意乱的安德鲁躲到了正在打雷的天空中 和安德鲁有着心灵感应的史蒂夫也飞了过去 一边安慰一边劝他离开这里 但固执的安德鲁和史蒂夫争执了起来 突然一道雷劈下来击中了史蒂夫 史蒂夫当场死亡 安德鲁对史蒂夫的死亡充满愧疚 但他的性格也渐渐变了 变得自大暴力 看着床上因为病痛呻吟的母亲 安德鲁决定去加油站抢钱为他买药 安德鲁得手后正准备逃跑 不料加油站老板拿着枪追了出来 安德鲁把枪挥打在加油站的地面上 加油站瞬间爆炸了 安德鲁因为严重烧伤被送进了医院 父亲看到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安德鲁 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 并责怪是因为安德鲁 一见妻子的最后一面 最后再次殴打了他 杨真昏迷的安德鲁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父亲了 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 发动超能力 炸掉了整个房间 并把父亲一把扔下了楼 感应到安德鲁使用超能力 表哥出现救下了安德鲁的父亲 表哥想要安抚激动的安德鲁 发现他已经完全失控了 还操控一辆巴士撞向了表哥 这时警察已经包围了安德鲁 安德鲁把警车全部震飞了 而且准备蓄力摧毁周围的一切 无可奈何的表哥只能痛下决心 用一旁雕塑上的镖枪 趁安德鲁不备时将他钉死 然后自己躲过了警察 飞向了天空 表哥来到了之前相约旅游的西藏 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表哥把安德鲁最喜欢的摄影机 留在了里面 一个人离开了 许多人小时候都曾幻想自己拥有超能力 如果你拥有超能力 你会做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